右檔各位全球投資朋友大家好 封路老師 其實我們看今天的盤面上面 卻出現了好多的個股 開高走低的 我們也幫大家來做整理 這個日K恐怕會留下上影線的 有誰 那這當中也要來看看的 是包括原本是早盤很強勢的造紙類股 永豐魚 那現在的這個漲點有做收斂 那包括了連城 資源 金寶跟國產 第二頁當中也要來留意的是 包括金城哥 台達電 甚至滑止利期 日K恐怕會留下上影線 那這會是因為週末效應 很多人選擇在今天賣股票嗎 我想在經過了中秋假期之後 整個禮拜三開盤的台北股市 神絕大幅下跌 那當然有很多的投資朋友 有在禮拜一是賣出 但是也有很多的聰明資金 在禮拜三賣出 在禮拜三也有人進去買進 所以當禮拜三低點到今天 基本上把這一段下跌的空間 全部填補滿 甚至於有很多股票是創新高 對不對 包括像我們之前跟大家提的 第三代半導體化合物 很多股票在創新高 像月峰 像旱壘 這些都在往上大漲 那還有就像ICPC制裁的 我跟大家提過的資源 然後創意 那這些股票在往上走的過程裡面 一定會有人在今天 順勢去做獲利的一個調節 所以我會認為說 如果投資朋友在今天 你再去追那個 這個禮拜已經漲很多 市場上都很熱門的股票 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好的操作策略 但是資金它是會移動的 我把這些股票獲利賣出之後 我是不是要去找低檔 就像我昨天跟大家在提 你看 這個所謂的Digital A星 這個禮拜最強是 2314的台陽 它從上禮拜五要收盤 就已經拉出了一根長紅漲停 這禮拜居然還攻到了 最高77.7 那它也在進行休息 你絕對不是在這個時候來去追嗎 它趁著整個美股市大漲的時候 當然是恐慌 要去做獲利換股調節 反而是我認為在今天 應該要去找新的一個題材 而且要找未來的題材 長線的一個題材 所以我看到 今天整個的一個盤面這邊 有一個新的族群在轉牆 剛剛又達也有提到 這個造紫相關的股票 今天超級強 1905的華指 哇 今天一度就攻到了漲停板 1907的永豐宇 哇 這一度攻到7個percent 1904的陣容 哇 也是呈現一個大漲 那其實關鍵 其實這題材 其實我有看到一個很重要的新聞 就是中國官方今天 今年要加強落實能耗雙控 能源的消耗總量跟強度雙控 它要限制高耗能的產業 煤 電 然後再加上前一段時間一直不斷在控制 所謂的一個鋼鐵的一個產能 其實都是要做什麼 碳中和 包括連中國大陸今天碳中和的概念股 像600103的青山職業 600163的中米能源 都大漲超過10個百分點 所以如果大家還記得 我之前跟大家報告 像大家都知道的特斯拉 其實特斯拉這幾年真正做 整個在獲利的一個重點 其實是在碳權交易 而不是在賣電動車 因為電動車越賣越便宜 所以碳權交易這個部分 中國也要開始開放碳權交易市場 那我再注意到 大家知道11月份 有個全球的一個 這個氣候變遷會議 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中國為什麼 不斷地要再進行碳中和部分的一個努力 因為他這幾年 不管在國際社會上的一個形象比較不好 像香港的反送中 然後他都出了港版的國安法 再加上新疆問題 然後最近台海問題 我覺得他現在是天武人員 而且他最近還跟台藝班站在一起 所以他很擔心說 現在他是全球第一大的碳排泛國 那假設全球氣候會議上 他又是重死之地的話 他會覺得很難再繼續 在國際市場裡面做一個活躍 所以他積極地在做碳中和 那我看到今天這個題材 有人先漲了 而且一度公道漲停 但我一向都不會去追 這種已經大漲了 所以我跟大家找一張個股 這是代號2913的農林 那這個我認為他會是 接下來我們在台灣的一個市場裡面 最受到碳權交易受惠的公司 為什麼要舉到他 因為第一個 他是全台第二大地主 那當然農林過去一樣 就是所謂像森林的非常多 那他重要的是他現階段的一個主要的營收來源是來自於他的一個自有財源 查源 這個是包括像外銷到日本 澳洲 那重點是他現在又在疫情的一個情況之下 他在打造他第二獲利 休閒觀光 我知道現在只要一到假期 所有的觀眾朋友投資朋友一定都受不了 你一定要馬上想要 我要早出去玩 因為悶在家裡悶太久了 對不對 所以他的這個公安查源 不管是包括熊空 大寮 大溪 銅鑼 日月等 茶廠 還有像陸高的一個咖啡園 這個其實都帶動他的一個 國旅的人潮 這一次的五倍券 他當然也是直接受惠 好 那我也跟大家來講 其實五倍券 其實他的一個受惠的公司 其實最近很多都已經飆升了 我之前跟大家講過的2430的這個燦坤 哇 在禮拜三才又剛剛創的波段高點 從第一次跟大家講的時候 30出頭到現在47 所以我用這個角度來去看 五倍券的受惠 觀光旅遊 如果位階還在很低的 那大家請看一下 2903的農林 位階是超級低 股價在季線附近已經整理了將近四個月 那這一段時間裡面 那股價既然都沉澱了 籌碼相對就比較安定 他也不覺得指數再跌 那也是相對於穩定的 那我再去看就是 探權的部分裡面 兩岸大舉造林 其實對他來說 他其實相當受惠 那再加上說 我看他的籌碼變化 我看到今年以來 這個三洋的一個工業 大概2206的三洋工業的子公司 上洋資產 陸陸續續買進農林 已經有143361 這個是萬股 這個持股比例已經高達18.78% 那再加上本來 他就是全台第二大地主 土地資產有大概144億 那這個我覺得 未來他都有機會持續性的一個開發 那位階很低 這是我一直跟大家報告 股票是一定是布局來的 你已經知道了 接下來會有未來這個碳中和的概念 今天所有職列在漲 你要去追已經大漲了嘛 不要 你去找這個位階很便宜 而且現在又有五倍券 比較早的題材在五倍券 那未來一個月 當然就是所謂的一個碳中和全球會議 那麼農林我覺得投資金 可以在這邊好好去做注意 那其實我們看看農林的財報 他去年是虧損 每股是淨損了0.02元 但是農林今年的第一季終於賺錢了 EPS是0.05元 加上剛剛這個楓老師有提到的 農林現在要發展觀光 加速種茶 現在他又是穩居全台的第二大地主 但是我這邊疑問的是說 農林的探權 這個議題 它的探權價值到底要怎麼估算 那何時才可以反映在財報的表現上面呢 因為畢竟八月份的營收 它還是呈現比較越衰退的狀況 要如何看待它的九月份財報 會比八月還要好嗎 好 我相信他現階段農林 他主要的一個獲益來源 已經跟大家報告過 剛剛他現在轉型嘛 主要就是所謂的一個 第一個觀光茶園 第二個他當然就是所謂的一個 觀光咖啡園 還有就是他出口的一個茶葉 那大家也都知道 八月份有沒有很多投資朋友 還在擔心這個疫情 對不對 所以他當然出遊的時間會比較少 但是我們發現這一次中秋連假 哇 那個出遊真是很可怕 像這個星期三 星期二的一個夜晚 這個從南部北上的這個車程 還非常非常的塞 塞得到晚上11、2點都還在塞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會長線的一個經營 那如果說營收現在還沒有出來 當然它的股價也是它股價 為什麼便宜的原因嘛 所以我們的佈局一定是佈局在 現在股價還沒漲之前 那營收還沒有大成長之前 你先去做一個卡位 那緊接著探權的一個部分 這個很難去量化 那這個是一個長線的一個題材 那我認為說題材先來 股價先動 那等到實質的獲利的時候 你反而要去注意到 實質獲利的部分 通常都會股價的短線相對高點 因為我們看到的獲利 其實是已經做一個利多實現 這是我在操作像那種中低價具備有轉機性的個股的時候 我的一個操作刑法 那當然了 除了這個部分之外 大家也可以去留意到 其實我發現今天有一個族群的一個個股 已經開始在進行轉強 那這個是所謂的一個MCU的概念 今天的一個MCU很像發表說像新唐 這是我們之前跟大家報告過的 那股價又回到季線附近之後開始轉強 同族群的股票裡面 像6494的97 也是回到季線附近 又開始進行轉強 那更強的可能就是6457的這個 洪康 已經從季線裡面開始往上走 所以這個族群其實也是另外一個 如果投資朋友比較在意 就是說我想要買這種 手上業績看起來成長性更高的 然後股價看起來可能波動度會更好的 我覺得如果是喜歡這樣操作的投資朋友 可以去留意這個族群 那另外的話 昨天法說會裡面的記憶體相關概念股 裡面一個立即型的一個金豪科 那股價其實現在離極限比較遠 昨天的法說其實內容我看了一下 其實相對的有意思 一直跟大家報告過 所謂的一個立即型記憶體 它就是立即型的 它是接單出貨直接對大廠 它並不是所謂的一個 這一般市場標準型的記憶體 它跟現貨連動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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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低 主要是以合約價為主 那我們看到昨天法說以後來說 今天市場上的一個看法有相對比較正面 股價已經開始從底部往上反彈 畢竟如果要看幼基 如果要看營收獲利 這個金豪科的7月8月營收 都還持續在創歷史新高 那上半年賺了6.92元 但股價離上面的高點有多少 上面高點是213 所以我會跟大家來報告 操作個股有很多種不同的面向 你可以根據你喜歡的一個操作邏輯去做布局 那當然我認為唯一不敗的方法就是底部布局提前卡位 自然就有機會創造波段的一個獲利